的一個回應 希望中華民國台灣能夠千秋萬事能夠永續發展 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幾件事情 第一 針對昨天立法院三讀公務人員退休之前補序法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有意要針對年改修法申請事件 尋求親民黨黨團的支持 對此我們知道親民黨黨團表示 不排除針對不合理 我強調不合理年改條文提出事件 但目前不會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事件聯署的狀況 中國國民黨要強調中華民國的國家的憲政體制 乃至於國家專業文官體系的維護 是所有台灣人民都高度關注的一個議題 親民黨的好朋友們 自己所提出的所謂 要邀請蔡總統應該要邀請國會四個政黨領袖召開 政黨領袖會議共同延商修正不合理的 情緒性條文及由行政院提出故意的一個做法 基本上我們要強調以民進黨一意孤行 黨意淋駕民意 菜意又淋駕黨意的一個狀況下 基本上根本毫無任何期待性 因此中國國民黨要期許親民黨 雙方一起努力捍衛軍公教的基本尊嚴 否則單獨的由親民黨提出所謂的一個事件案 很顯然的在現階段的一個政治現實狀況下 仍然要尋求中國國民黨一起的共襄盛舉 因此其實我們是可以把事件的正確時間點 繼續往前提出 這是我們對於親民黨好朋友們的一些期許 跟一些建議 第二有關於文化部最新公佈的中央通訊社的人士 中國國民黨要質疑 民進黨政府的黑手介入傳媒旅有所聞 但中央社新的14位董事人選 這次其中竟然又包括了我們的酒駕大使 中華文化總會的副會長江春南先生 完全令人不可思議無把想像 因為大家都知道江春南日前才因酒駕請辭入清代表後 又陸續擔任了中華文化總會的副會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務 如今再次的加上一個中央社的一個董事 中國國民黨要質疑的是 難道蔡英文政府是沒有人才的嗎 還是因為江春南長期的言論 對於綠營的執政鞠躬絕尾 一定要塞一堆位置 一定要塞一堆位置給他們 我們要提醒的是 在2005年10月3號 江春南在媒體上司馬觀點上的一個批評 我們要讓他自己看看他自己做了這些考試 他批評陳水扁政府最令人難以相信的是 把裙帶關係和政治酬庸帶到高峰 下台的縣市長落選的立委或黨內初選失敗的候選人 不是出任務首長就是國營事業負責人 這種情況在國民黨時代也有 當時是懷著一種抱歉的心情 現在卻已形成風氣 人人視為當然 連反對黨也懶得了批評的 檢視江春南先生過往道貌黯然的一個發言 對照他今天他吃乾媽淨的一個嘴臉 如此的反差 我想令人感嘆 原來江春南不過也是不過兒 一定要吃相難看 且要吃乾媽淨所有民進黨可能的位置嗎 此外我們也要特別再次的提醒 針對三級機關首長的任命案 和之前中國國民黨已經一再的譴責 三百多位基金會的民進黨的大小肥貓們 都可以看到民進黨這個政黨的一個真相 就是惡鬼 我強調是肚子餓的惡 惡鬼的一個真相 第三件事情我想中國國民黨也要提出一些批判 此外針對最新昨天的評券媒體的報導 何時評鑑傳出政府計劃要全民買單 工業戶要分擔758萬 家庭戶最少一戶要分擔5600元 中國國民黨要求民進黨必須針對自己的神主牌之一的非核家園 像當時候宣稱我是人 我反而的支持群眾或團體道歉認作 因為民進黨連自己的神主牌連自己的公媽都可以如此的無謠無禁 很顯然民進黨執政一切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 執政的品質出招可見一般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要特別要要求民進黨政府要說清楚講一般 最後有兩件事情也跟大家一併做實事的回應 此外針對民進黨執政下現在出現的最新的外交敗退 例如我國駐厄巴多的外反遭到改革的儀式 中國國民黨也要在這裡要求民進黨政府必須拿出當時候 蔡英文總自己曾經聲言的他是要做一個解決問題的一個政府 否則他就應該把陸委會跟海基會裁測 因為這些單位一點用處都沒有 只剩下飛歌傳輸跟傳真的一個功能 這些都只要公讀聲就可以做 另外我們也要請民進黨政府乾脆製作一套公版的遺憾 和斷交書因為本後只要套用不同的事件 國家或人民即可無需再花台灣 那辛苦的納稅義務人的血汗錢 尤其我們也看到了日本的菅義偉 他們的發言人說歡迎日本加入PPP 小英在推特撐謝的事件 中國國民黨要特別提醒要強調 如何達到日本發言人 菅義偉所謂的這讓台灣更有信心的口味 中國國民黨也要在這裡要求我們謝長平大使代表 他要先把在日本因為改名亞東關係協會 變成所謂的台日關係交流協會的繳稅議案搞定 才是真正對台灣人民最有力也最有感的實際友善的一個互動 這也是今天各位我要跟媒體記者報告 這也是我今天為什麼沒有穿西裝或打領帶 因為我今天的這套白色的T恤上面印的就是台灣加油 我要再次的提醒所有民進黨政府的施政 請他們好好的做點實事跟好事跟對事 我想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一個政黨 以上是我們今天記者會針對相關最新實事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回應 不曉得各位記者有沒有要提問的部分 如果沒有的話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